莲杨来跟我们讲讲你的这个颜彩画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今天也能不能学习一下呢 其实很复杂哦 就别学了 像这个扇子 它怎么贴金箔 它怎么磨颜料 怎么一步步画 我们有完整的视频 来大家一起看一看 里面会介绍到很多很多的步骤 好 感谢观看 也简单再解释一下 来我们先把水晶磨成粉 画这个鹿的身子 然后拿青金石南铜矿磨成粉 画个背景或者是其他的 然后呢黄金贴整个鹿角 它会跟这种水粉或者什么 画的圆米比较像吗 其实不太像 它跟怎么说呢 因为矿石它不会相融 所以你要一个颜色 比如说你想要紫色 也不是把红宝石和蓝宝石调成紫色 而是先画一层红色 干了之后再画紫色 它越画越厚 厚到一定程度还可以雕刻 其实你们回忆东黄壁画里面的菩萨 它的天冠 阴落是立体的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 它越画越厚 而且它的质感非常漂亮 不同的光线下 它是大家看这个银或者是说 这些黄金还有矿石 因为它有颗粒 它一直在发出不同的光线 非常好看 那这个颜彩画它和普通画有什么区别 它其实有一个立体感 它不是单纯的平面会画 你可以如果不是团扇 如果下面是木板或者墙壁 我们可以画几厘米红 它是可以做成潜伏调的 所以一定要看原作 可以拿食物体验一下吗 现在还想摸一摸 然后我们 我也带矿石了 但是矿石很重 没事 我们拿得动 辛苦两位男士 把我们的矿石和颜彩颜料 拿上来一下 其实莲阳这个颜彩画的作品 不仅仅是国内很多人很欣赏 其实国外很早就有人特别认可了 我知道你在之前 就已经在巴塞罗那 通过龙四的这个作品 已经得奖了 对不对 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就得奖了 十几年前就得奖了 我们先上 边上边聊 谢谢 是真的宝石都上来了 我们能不能先看看这些宝石 这宝石好漂亮 但是只可以摸 不要上嘴 谁会把这个东西上嘴 会啊 因为它长得很像牛肉干 或者是什么的 天哪 我觉得这个好漂亮 这个我也最喜欢 它的那个晶体颗粒非常漂亮 它会做出来什么样的颜色 这个是磁黄 对不起啊 磁黄 这个是熊黄 这个是熊黄 大家可以说什么 小青小白你们注意哦 这是熊黄 是的 它是可以提炼出毒药的 但是就这么摸一摸是没有事情的 看这个是贝壳 它磨出来的白色 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这个 哎呀好聪明啊 就是把它砸成小块 然后再捧断的眼睛 这个是孔雀石 你看很明显了 孔雀的羽毛一样的 想要磨成这个细腻程度大概要多长时间啊 我觉得以你现在的力度 可能需要一周 两年 一周 对 但是如果男生力度大 速度快一点 可能两三天 一天其实也OK 完全看每个人的力度 或者是能量吧 这个石头我之前见到过 它因为它的属于是年头很久的 一般它是远古的时候 当时会有这个 现在是用它会制作成那种工具 就实际时代的时候 用它来制作成工具 比如说割肉啊 然后这样就生的盆的这种 它很脆 然后可以做成那种 很尖很尖的那种形式 黑钥匙 那快给花花老师拿去割肉吧 然后去刀吗 花花 这个哦 这么黑哦 你觉得它打完粉是什么颜色 你这么问的话 它可能又不是黑色了 这里有好几瓶 来来来猜猜猜猜猜 难道是红色 我猜可能是白色吧 打完粉 我觉得肯定是蓝色 我猜它是绿色 那这个黑色和灰色你觉得哪个是它 哦 都不熟 不要这么聪明吧 来 我们考竹类亮老师来吧 那就黑色呗 哦 黑色 好的 你错了 只有黑色配合你 配合你的 我故意错了 这个环境终于成功了 所以为什么会它打出来会是这样的颜色 它看起来很黑耶 因为它现在是很多晶体在一起 我们把它粉碎之后 它的折光率就不一样 哦 基本上就会变淡 那比如紫水晶 你磨完以后它是白色的 它不会有紫色 嗯 所以我们后来研究很多石头 就是你去研磨 跟看到它的本来是不一样的 这个过程我们拍成纪录片是非常好玩的 哦 对 其实我看到这个石头 我就想起了那个特别有名的那幅画千里江山图 就是它 它上面的青绿色 对对对 也是通过这样的矿石产生的 而且那个也是颜色保持了很久很久 只要纸不坏 这幅画就不会出问题 嗯 那是这个石头吗 就是它 哇 这是青绿色的石头啊 对 哇 基本上就是青色用它 绿色就用刚才的那个孔雀石 哇 所以说这个出来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就是大自然的颜色 对 那这么说那副团扇可以说几千年后再挖出来 依然可以保持这个样子 现在得先给它埋起来就行 这个是和刚才那个九色录不一样的一个了 就虎年吧 我们画了一个九色的团扇 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画完 哎 是啊 它的眼睛有一点暗哎 对对 我们给它点个金吧 点金 哇 画虎点金哎 这边有一些工具 但是我不敢上手 我怕毁了这个身子 对啊 要怎么弄 我们坐在小凳子上吧 好好好 坐小凳子上 这样吧 好的好的 到一个现场 你觉得智商最高的人来给它点 哈哈哈哈 狼家老师说 我看他现在他该怎么选 甚至很难选出一个有智商的人了 手不抖的 手不抖的 没有人干 哈哈哈哈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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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坐我旁边的这位来来来 哈哈哈 只要不把它点成斗鸡眼 我就有个要求好吗 嗯 来我来 我来调颜色 不好意思 你看这是胶 就是它还没有化开之前 它是一整根整根的 胶都是天然 对对 它是动物的 它这个胶是要上在最上面一层 还是说是跟颜色混在一起的 我们现在就要填颜色 你想用什么颜色画他的眼睛 你来给点建议吧 别让我毁了你这个团扇好不好 要不我们用 就用你刚才的千里江山图的青色 好啊 这个应该会很美 来我们把青色就是摇一点 哇 天呐 这个颜色出来真的好漂亮 光看这个粉就非常漂亮 然后我们加一点胶 哦 加胶 不是加水 其实水也要加一点 但是这么小 哦 哇 天呐 我现在手都有点 你只要下手 它就马上又翻倍了 站一点 那个笔可以下去一点 用力一点 对 涂它 放肆一点没关系 你要知道颜彩画错了 是可以覆盖的 哦 你这一层错了 我再用青金石覆盖它 哦 这样啊 来 哇 哎 很棒 它把高光留出来了 这下就很卡通 好可爱 哈哈哈 因为你看哈 这幅画纱是冬景 我们缺点雪花 嗯 你看我们今天热情洋 我们直接用黄金来画雪花吧 冰冰你不要抖 没关系 我这真的 我现在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哈哈哈 这太可怕了 可以可以可以 挺好的 我不敢超出那个范围 可以可以不用了 不用了不用了 大面 哈哈哈 好可爱 这边这白色留小了 有什么办法给它在填上 对称的话它是工艺品 不对称它就是艺术品 真也能找出来 哈哈哈 黄金学生 那孙伟 孙伟来吧 孙伟 孙伟 我先帮你把胶图好 对 金箔的工艺也是我们的飞仪 厚度 为什么现在不拿出来 因为它的厚度只有0.12微米 哇 金箔的生产是很麻烦的 然后 我们也会用到金箔 对对对 在做面素的时候也会用到金箔 看就是用这种竹筒 我们把金箔放进去 用一个笔捣碎 因为下面是铁丝网 大家看下面是个铁丝网 哦 删一下删出来似的 变成小碎块 我们下一步就用这个竹筒 把金箔捣碎 然后下雪 哦 我们拿一片黄金出来 孙伟 你手别抖 控制住 我没抖 我没抖 它比头发丝薄很多 它好像那个木鱼 来 你看 会 哇 你看这个毛刷 它上面有一些这种头 你把来右手 伸进去 脚 哇哦 对 卡拉雯 哇哦 就在有胶的地方撒 对对对 可以高一点 可以高一点 下雪吗 啊 很漂亮很漂亮 可以了 天呐 我真是天才 轻轻的 那这样把它按扁 那些翘起来的金箔 就会平整 轻轻的拿起来 哇 立马好贵心哦 下雪了 雪很大 它也有点那种星辰的感觉 嗯 比白色的雪更好看是不是 是 这个再晾干一会儿就完成了 哇 我们竟然完成了 真的 厉害了 这个压力真的好大 果然 果然 颜彩画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魅力 连扬自己为什么会要学习颜彩画 那像颜彩画这种 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 它有很多深刻的复杂的东西 还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没有挖掘出来 所以当时就跟着一个科研的团队 还有国家课题的基金 我们顺着丝绸之路去看沿途的壁画 那些壁画很多都是我们唐代以前的艺术作品 它就是把宝石磨成粉 然后绘制了当时人们对艺术 对宗教 对文化的一些憧憬 那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也是 你除了在电脑上画画 或者是做一些流行的东西 那往前追溯 加上现在国潮的加持 真的可以玩出很多好玩的东西来